還欠兩輪就可以打破 莫雷拉單貴170場頭馬紀錄的潘頓 究竟明天可以交出多少場頭馬呢 看回它的坐騎陣容 數量夠多,質素都不錯 而那些未跑過的初出坐騎 又會否可以馬上帶來驚喜呢 歡迎大家收看 明天有馬跑馬不停提 今次是星期日的賽事 有天跑十一場賽事 黃昏馬其實頭場海跑時間都是一樣的 就是四點鐘,不過會遲一點 這次最重要是看天氣狀況如何 最近好熱,前置馬好一點 今天有阿佳和阿濤和我們一起聊 十一場賽事,今次是主席賽馬日 除了尾場沒有錦標 如果贏得多的騎連也挺忙 頒獎也要射出落落 不論到貴美階段 都不妨留意欠一些特別獎金馬匹 像上星期那樣,95尺套 一來就拿200萬歲那些 戰衣是特別鮮明的 是呀,看看究竟高班的賽事是怎樣 因為有一場高班賽只有六匹馬跑 看看今次的跑道,今次用C加三跑道 貴外C加三都是貼爛 前肢馬明顯較好 內蘭拿到三十八輪、五十個匹 去到中碟二五輪 外碟的輪胎都不太差 拿到二十個輪胎 又拿到四十六個匹 如果看看今次都有退出保入馬 有三匹馬退出了 保入馬三場七號的輝王亨退出了 保入馬匹是滿觀之友 騎士是斑德麗 五場三號萬眾力德退出了 保入馬匹偏偏君子 排著一個好檔 用報紋 十一場一號的非英傲場推出了 保入馬匹為港奔流 用蔡明笑策騎 今次因為跑十一場的關係 所以都會有更改大彩詞 第一口馬鐵二三場 第二口馬鐵四五場 第三口馬鐵六七場 第四口馬鐵八九場 第五口馬鐵第十和第十一場 三天五六七場 第一口三寶三四五場 第二口三寶九十十一場 六環採由第六場開始 今次都有多寶 動用了儲備 首先和大家看看三天的多寶 有850萬多寶 如果十萬一注讀總 採金可以到達1600萬 另外第十場 第十場和第十一場的四連環 四重採合慶採持 會有100萬多寶 今次我們精選場次 就是第四、第五、第六場 三場的四班千二米 跟大家看看 先看看頭場賽事 頭場賽事的新馬賽 這一場出馬滿額 有十二匹 初出馬只有一匹 七號館之深 呂健威這一場出夠三匹馬 看看能否用馬海戰術 如果看看潘頓 選擇這隻家應掌聲 之前獎金大少潘頓跑千二贏過 選擇這隻家應掌聲 看看增情行不行 頭場賽是新馬賽 今季新馬沒有一隻馬 贏了兩場 每隻都有一場 家應掌聲又叫 看看賽前問了潘頓 這隻馬可否再贏一場 這隻馬可否再贏一場 我們現在走到旁邊 這次是完全不同的賽事 他必須要改善第一次的運動 他剛才不是最快的駛駛駛 但他的行動在駛駛駛改善了嗎 我們並不太擔心 他在駛駛駛駛駛駛駛 我們只是擔心把駛駛駛駛駛駛 他會有很多參賽事 希望這次他能夠做得更好 如果不是初出駛駛駛駛 可能他是第一次贏的新馬賽 之後也看到他有速度 出即勝 上次也看到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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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你計算數,這次都是加速幾磅 排入檔位,最重要是轉彎路程 我覺得這隻馬好,我喜歡馬放頭一點 轉彎位回一回,可能直路加速會更厲害 一口氣直路跑回來,有時真的不容易 所以這隻我都會看好的 不過我相信潘若的訪問有重點 一隻馬的情緒艷後,的確好了很多 上一次出雷沙圈已經沒有搞搞震的感覺 還有汗濕等各樣東西,比起推出的鋪 是少了很多,但是剛才潘若就說 你由一千轉一千二,可能進步的幅度要比較大 我自己就可能擺第四選 因為可能賠率、博的分頭可能會比較少些 可能都會十幾元馬 但是剛才說,贏過馬可不可以再贏這隻新馬賽 也有些馬賽對壘,就是獎金大少 其實都是贏千二米賽時,對著好勁力 其他富喜來、蟬星輝煌等對過 這次你找中逸禮去減榜,就抵消了嘉賓 因為上次潘若 無疑就是潘若那隻姜誠 一踢到上去,那隻馬又快很多 擺在前面走 都挺硬的,前快後硬 回來都脫開後面對手 你找中逸禮減榜7磅,有6檔 我相信這些馬不算太難發揮 還有賽前都特意,中逸禮都過當 去試那貨大閘,一樣都是一放而回 只是拍一拍,馬是自動加速 所以我覺得這批獎金大少 有過千二經驗,還有可能賠率 它會分過多那隻街景掌聲一點 對,如果你看回上次1000米 特意不跑,可能覺得1000米 那個回氣位沒有1200那麼好 看看這個綠檔可不可以自己搶放 還有一隻上次不跑1000米 就是因為早段黏了一點,就是這隻褲起來 最近施襲的情況又怎樣 他施襲也有散一下他 即是在後面逼一下他少少 不過最後那200米就開始沒怎麼比了 他起步是偏慢了,出腳那裡 立的,你看看他現在的落腳是開始慢了 報名都要散一散 好了,最後那200米就看到反應 夠了,差不多了,他就定了 那些組員前面都比較側身,高分馬在那裡 還有近期我想再說 那些泥閘很多都是放在前面 一放到底,挺難追的那些閘 所以後面你看起來好像要騎 但我看他的姿態方面是挺輕鬆的 最重要是看這些新馬 看有沒有進步 因為那些都是很年輕的 三歲,一來又未閹 現在我們唯一看不到那個心意 究竟鄭俊偉達了標 究竟這些馬還去不去 還是留到夏季才用呢 但有時候,季尾鄭俊偉 都很肯博的一個聯馬師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贏了就贏了,贏不到就下季差分 可能低一點點 這些都順序的 你說泥閘好像很難追 但那隻馬都追得不錯 就是管資深,初出馬 在泥閘賽前試了四貨閘 去到賣門這一貨 何宅堯試這一貨 獎金大小都在 我覺得他有點像 那次泰爾雲 即是直勝之前那場就是這樣 何宅堯一路組斷 比較順序的 最後一比兩隻馬 自己會加速 這些都是呂建威馬房 都是美國買回來的馬 你看到呂建威馬房 來自美國的PPG 其實挺成功的 你一邊數 得力寶區 歡欣福星 閃聖寶區 閃聖輝王 很多都是一出即勝贏的 當然這次排檔 排得不好 甚至他很勁力 其實我覺得呂建威兩隻都好 在最出的檔位 沒有辦法 不過計算這組應該有快馬 希望新馬賽 有些很亂水 組斷的馬群 拉散少許 這些馬龍容易拍到過來 那他就加速了 所以那些馬 如果有分頭都可以等著 如果你說有足夠的速度的話 還有一隻很勁力 雖然這次排出了十二檔 但越見他越看新馬賽有進步 看看這次班德禮可否克服到 看看這場我們選擇什麼馬 頭場都順回家應掌聲 達泰粉 可以擺前走 三重賽路回去做膽 拖回閃盛輝煌 很勁力 管之心 呂建威幾隻都拿了 要快馬加鞭 我覺得這場新馬賽 全季來說比較雲長 和複雜一些 一來出馬滿額 有十二匹 也有些跑過千二米 所以如果說信賴方面 獎金大少也要回 因為你找到忠勵力 去減回那個磅位 還有他有基本前觸的馬 所以你說拼獨贏那範 我都可以拼獨贏他 先拼獨贏位置 獎金大少 先拼磅 可能有少許分頭 現在變了富起來 不會特別熱 因為他加上有外檔 加上很勁力 其實以往來到香港 第一次雜為中一中 慢了 但愈見有進步 所以五六一對半冷碗 也要買的 接下來看第二場賽事 第二場賽事 有一班千二米 這一場 延遲加報名 就是六號的順勢而非 不過他報了名 入到來都只有六匹馬 所以留意一下 究竟彩詞的變化 這場雖然八千師會自己放 不過馬小的場合 通常報速都不是太快 原先我看那些操練程序 從早成名都會跑 但如果檢查回收衣報告 左前是球接就傷了 要提早休息 變了有少許馬 羅副傳出幾隻 不過怎麼說 一對一號二號 速遞騎兵 衛小寶 是否有機會大些 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就是那個磅位 這些場合 好像三級賽一樣 但他揹著一百三十五磅 級數肯定是高了 速遞騎兵 加上衛小寶 這場是前一場 說不定金轉貴人 他跑贏 即是複日 都恰如其分 如果你說速遞騎兵 前面都脫開了 他唯一一波是黃金機會 就是一個窄位的那場 又是揹著重磅 即是那場我自己覺得 他黃金機會是增盛的 其後再試下去 也不說休息 繼續做多貨泥閘 在後面自己湧上來 這場是上一波的 七一八都再看 金轉貴人 維港智能 他都是的 入到來這個位 外面重組成名 就是有少少鎖住了那個位 所以你看他出閘 即是出腳方面 不是那麼暢順 但最後他是有餘勢的 我覺得 暴民旗的馬 就會比喻到鬧 雖然有一場 走S位 但你看上一場 如果可能早些 找到空位出來 其實衝刺都會有 最重要的是 這場馬今年 踏入2023 那些出賽頻率 是正常的 最初阿塞都說 不知道什麼事 又查過獸醫 沒有什麼問題 但這場馬跑 好像沒有第一季的鋒謀 你見到金季 撿回正 和暴民跑 都是合得到的 所以我也相信 當然韋小寶 在實績上 也是贏過速替騎兵 他是一隻幾實而不華的馬 遠征回來上次 是踏了一場 你看回之前那場 其實周俊諾也發揮得好 沒有辦法 潘頓又出到傳媒的賦予 沒有馬騎 一班千二 周圍找馬 結果韋少寶 讓他跑 原本可能是周俊諾 是 試襲他去試 但沒什麼所謂 看蘇波羅的時候 潘頓都跑過馬 都上過名的 這場大家都記得 報民那場 那個取位 如果再順一點 都未必能不能鬥 回來其實很少 一二兩隻馬 差不多接近 遠征完了 當然體力 大家都會擔心一點 但跑回一場 這場那麼少馬 跑一班賽 是不是似乎都看了韋少寶多些 是啊 再加上如果你看回那場 速帝騎兵是讓韋少寶五磅的 現在的磅位差距 又拉近一點 再加上 原來韋少寶七次是一班賽 那個表現非常之不錯 拿到三罐兩季一電 看看究竟 是不是又是速帝騎兵 和韋少寶之爭 看看這場我們選什麼 都沒什麼特別去推介 這場都是以重彩 選兩隻 一號速帝騎兵 二號韋少寶 反而樂富泉那三隻 搶的那些配計 好像更難估計 不過出馬少 隨時可能最冷的那隻 都未頂 剛剛跑馬 也有隻聖筆嬌 拖一些冷門回來 所以沙田 都順利吸數 雖然是重磅的 速帝騎兵 但我都是順利吸數 他這一局 是比較高一點 和賽前那副的閘是對板 如果你有冷門少少 和近期有方 就順勢而非 是跑得密的 但有個內檔 好 頭兩場看完了 稍後回來看看其餘場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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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